有人说 了解一个人最快的办法 就是去看看他交往的朋友 很认同知名作家韩韩的一句话 一个人能走多远 要看他有谁同行 一个人有多优秀 要看他有谁指点 一个人有多成功 要看他有谁同行 要看他与谁相伴 千万别小看潜移默化 和耳濡目染的力量 人就是在这种力量中 慢慢被塑造出来的 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啊 真的很重要 第一 向高人学观视之法 观世间看万物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 有的人平视 就容易被眼前的纠葛和烦恼遮挡视线 有的人仰视 却站在自己的幸福里苦苦寻找幸福 而高人之所以能不畏浮云遮望眼 是指缘身在最高层 他们学识渊博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善于从不同角度看待事情 自然眼界开阔 目光如炬 看得远 想得深 多余高人来往 是借他们之眼 看到更辽阔和通透的世界 是得到他们的指点迷惊 是在前一幕画中 学习他们的长期思维 东汉末年名将吕蒙 当年 正是得益于孙权的全学 才意识到自己当权掌管正事 需要多读书 于是下了一番苦功夫 才干和谋略得到了质的提升 不仅令鲁肃刮目相看 也为自己后面的屡屡战功 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俗话说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有时候 高人的一两句话 就能打通一个人 烦乱而纠缠不休的思绪 让人恍然大悟 在迷雾中 渐渐明晰前方的道路 目光长远有多重要呢 曾有一个年轻人 请教一位师傅 什么才是人生的真相 师傅拿了一个石头 让他去菜市场看看能买什么价钱 得到的最高出价是二十元 师傅又让他拿去玉石市场看看 这次得到的出价高达五十万元 师傅再让他拿去钻石市场 竟有人开价五千万元 年轻人依旧不解 师傅解释说 这是钻石 但只有用看得懂钻石的眼睛 才能看到它的价值 用不同的眼睛 看到的人生真相 都是不一样的 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就得先锻炼 什么样的眼睛 正如诗人泰戈尔所感慨 我们看错了世界 却说世界欺骗了我们 目光所及之处 就是一个人的人生高度 多与高人来往 看待事物学会放眼亮 方能更有洞察力 更能明确自己的目标 更能看到自身的不足 茶缺不漏 为未来叙事 第二 向能人学处世之道 能人即是指 有一技之长的精英 树叶有专攻 如果你有机会 跟自己最新的领域 大师切磋 你会抓住 这个男的的机会吗 有人会说 哪能啊 这不是班门弄斧吗 这让我想起 文明全世界的数学家 华罗根一贯的主张 弄斧必到班门 为什么呢 原来对不懂行的人来说 炫耀自己的技能 对人对己都没有好处 但若是能得到 行业大师的指点 就能进步得快些 若有心得到肯定 则更加增加了 自己永攀高峰的信心 何乐而不为呢 能人 也是只能把事办好的人 一个大大小小的事情 处之妥当的人 必是一个有才干 有担当 情商高的靠谱之人 做事 人人都会 但把事情做好 就不见得了 成事不足 办事有余 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 指的就是那些 办不好事情 还把事情搞砸的人 能人做事 面面俱到 四平八稳 让人放心 舒心 欢喜 蔡康永的父亲 就是这样的人 他请客时 会顾及每个宾客 让宾人 有宾至如归之感 比如说 讲笑话 逗客人开心 为大家挑选 当季美食 让大家相处时 其乐融融 舒服自在 李嘉诚 也是这样的人 早年间 马云 冯伦等人 还是 名不见经传的 小老板时 曾说到 李嘉诚的宴庆 一开始 他们都很紧张 却没想到 李嘉诚 早早就在 电梯门口等他们 接着跟 每一个人握手 并安排 抓揪拿号 避免 做此文化的尴尬 不仅如此 李嘉诚还特意 在每一桌 都多备份了 一块蓝块 轮流 跟每一桌人交流 可以说 之前让人 担心的所有问题 到了李嘉诚诈 都迎刃而解 周到的 待人接物 是永不过时的修养 情与能人共事 就能发现 他们的处事之道 很有水平 别人没有考虑的 都考虑了 左右逢源 解决各种 突发问题 游刃有余 将局势 稳稳地 掌握在了 自己的手中 情与能人 共事 学习能人 诚实有余的智慧 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人的一生 大有弊意 第三 向福人 学乐观之心 福人 慈眉善目 眼中有光 口中有糖 一走近 就让人 如玉清晨的阳光 驱散黑暗 温暖明亮 常与福人相处 会被他们身上的正能量所感染 行动呢 也会变得积极正面 一秀才 进京赶考 考试前做了两个梦 在墙上种菜 以及带了斗笠 还打伞 跟第一个人说后啊 第一个人劝他放弃 因为墙上种菜呢 就是白费劲 带斗笠 又打伞 就是多词一举 秀才听后 样样不乐 后来跟第二个人 说起了这件事 第二个人说 墙上种菜 就是高种 带斗笠 打伞呢 是有备无患 秀才一听 不禁精神振奋 积极备考 最后啊 居然种了炭花 常与夫人相处 心就会像经过 沁染和洗涤一样 变得澄澈 真亮 最近朋友 沉沉 一扫之前的垂头丧气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好了不止一倍 眼神明显的 从之前的 黯然失色 变得炯炯有神 我好奇一分 才知道 他最近 一直跑去 爷爷奶奶家 爷爷喜欢 临摹一些有趣的画 这段时间 他在临摹 画家大僧的打油诗画 爷爷常常边画画 边对他高声朗读 人生苦短 要珍惜 健康快乐 属敌 百年之后啊 墙上挂 赚钱不过是游戏 笨蛋碰见小傻瓜 人生伴侣就是他 精明长节 烦恼果 糊涂 倒开幸福花 豆得正在摘花弄草的 他跟奶奶哈哈大笑 晨晨说 爷爷奶奶 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帮他驱走 无谓的烦恼 让他得以轻装上阵 所谓服人 不正是如此吗 总能在谈笑间 让所有的不快灰飞烟灭 总能在言语间 抚平人心的一道伤疤 总能在不经意间 将平和的力量传递出来 人是很难看清自己的 唯有在与人相处 与试中学的过程中 反观自己 才有可能明白 多与高人来往 学观世之法 看更宽阔的世界 请与能人共识 学处事之道 修更周全的思虑 常与服人相处 学乐观之心 得几分安宁甜淡 从东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